字幕提供 A.I.Ruby, A.I.Ruby 我要找Master Joe,Master Joe在哪裡? Master Joe說這個世界無不勞而獲 告訴你也行,幫我掃地 不用麻煩你,你麻煩我了 我自己用系統搜尋Master Joe 好 Master Joe在街上 Master Joe身邊很多小朋友 是,Master Joe出了一款新的貼紙 他出去了派給小朋友 那些貼紙有我的樣子,沒有你的 既然Master Joe不在,我也走了 先別走,其實你找Master Joe做什麼 可能我有得幫你 好…跟你說,看你能不能幫我 是這樣的A.I.Ruby 我有時候會梳頭 但我梳頭的時候,你看 頭髮經常都…梳完之後 又貼上梳 梳完之後,又貼上梳 令我的頭髮好像很不貼服 A.I.Alpha,你的頭髮這麼短 梳就蓋起來了 不如你好像我這樣,留長頭髮 然後摘起它,不知道多漂亮 只不過但我的系統裡 沒有頭髮生長系統 我的頭髮是不會自己生長的 沒問題 等我叫Master Joe幫你安裝一個就行了 謝謝你,A.Ruby 不用謝謝我,A.Alpha 那位Master Joe 對,我們去看看吧 謝謝,再見 再見 真的是Master Joe 對,還有我最新推出的鐵紙筆記 送給你們 謝謝Master Joe 各位,你們看看我們的頭髮是什麼 是什麼?是Master Joe的鐵紙筆記 對,而且很漂亮 你們在哪裡賣的?我也很想要 是Master Joe派給我們的 Master Joe?你見到他嗎? 是啊,他在街口轉那個位置派貼紙 是嗎?那我們快點過去 好啊 我們打開貼紙看看是怎樣的 好啊 我打開貼紙真面目的 他們就在那邊 兩位置賣蠽嗎? 他們在给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做什麼?AI Alpha, 你還沒打掃完 你不想要你的頭髮伸長系統嗎? 我很想要, 不過我自己思考過 我親自找Mask得床幫我安裝就可以 我需要幫你完成任務之後 由你幫我叫Mask得床叫他幫我安裝 我現在自己找… 你真嘗嘗, 不過你說得對 你真心, 這裡沒你的事了 你可以走了, 再見 好 MJ北極為了這個問題 什麼貼紙智琳貼於貿易物件上 我通知了Mask得床 既然MJ北極現在感應到問題 我要留在這裡 幫小朋友解決科學上的問題 好…你留在這裡 Mask得床就在那邊了 對, 那我們過去吧 好 再見 Mask得床 A.I.Rabia傳訊息過來 說MJ北極感應到問題 看, 讓我看看 A.I.Data, 我們要走了 沒問題 我已經感應到小朋友的位置 讓我帶你去吧 Mask得床和他的A.I.去哪裡了 對, 又會突然不見了 A.I.Data 你用這麼浪費資源 空間轉移的時間 你應該告訴我吧 弄得我差點站不穩 放心, Master Joe 我會保護你 你保護我? 你這是什麼地方? 小朋友在哪裡? 小朋友就在房間裡 不過我這箱裝衝進去不方便 讓我變身 行了, Master Joe 我立即帶你去 這麼近就不用用浪費資源的空間轉移 我自己走過去就行了 是的, Master Joe 你去哪裡了? 三位小朋友, 你們好 我是A.I.Data 是來幫你們解決問題 是 你剛才不是和Master Joe在街口派貼紙嗎 怎麼會在這裡出現 而且穿的服飾都不同了 難道這個A.I.會分身術嗎 還是這個A.I.是假扮的? 是Master Joe 會不會也是假扮的? 讓我查一下 好看 根據資料顯示 他是魚腳包圍的Master Joe A.Data 你看見我這麼多, 當然是真的 我們今天來幫小朋友解決問題 我知道, 不過小朋友懷疑你的身分 我當然要查清楚 小朋友怎麼會懷疑我呢? 他說懷疑你, 是不是嗎? 也是的 但是你們不是應該派貼紙很忙嗎? 也是的 不過M.J.Bugget的問題比較重要 我們當然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原來如此, 我們都明白了 到底為何Master Joe的貼紙 不可以貼在所有物質上呢? 因為Master Joe做的事質素比較差 所以貼紙就沒有黏力了 那倒不是 Master Joe的貼紙的確 在某些物質上是可以貼得很穩固的 但是為何一點又能貼, 一點又不能貼 為什麼呢… 夠了…告訴你 因為Master Joe的貼紙是靜電貼紙 靜電貼紙? 根據資料顯示 靜電是分為兩種 當一種物件和一種物件摩擦之後 少了電子, 它就會帶有靜電荷 而相反, 當摩擦之後多了電子 它就會帶有負電荷 在住原體上的靜電荷 是一種不容易流動的電荷 而不帶電的物件 它的表面的靜電荷一般都是平衡的 至於在帶不同電荷的物件 它們就會互相吸引 靜電就會吸引中性物件 就像把梢吸起你的頭髮 其實除了頭髮之外 我們還可以試試有哪些 受到靜電荷的影響 對, 我們去找找吧 好 Mr.Joe, 你這些貼紙這麼奇怪 根據資料顯示, 這些叫靜電貼紙 靜電是可以吸引物質的 但是要怎麼做才可以 令物件帶有靜電呢? 這樣吧, AI Theta 幫我準備這些材料 我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看 大家就會清楚了 是, Mr.Joe Mr.Joe, 我已經幫你預備了 我們要的磨布、塑膠梭和紫碎 做得非常好的AI Theta 麻煩Jennifer這個時間 可否幫我拿著這把膠梭 然後放在紫碎上面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因為這把膠梭還沒有靜電 我現在用磨布摩擦一下這把膠梭 然後放在紫碎上面 有些紫碎被那把膠梭吸起來 就是說只要摩擦一下那把膠梭 它就會帶有靜電 根據資料顯示 當塑膠梭被毛布摩擦過之後 毛布上的電子就會轉移到那把塑膠梭 塑膠梭多了額外的電子 而毛布就會變少了電子 於是塑膠梭帶有負電學 毛布帶有正電學 沒錯, 所以靜電 就能讓這把梭吸起重量比較輕的紫碎 你不斷看著這把膠梭也是沒用的 我們智能不能吃人類的食物 智能不能吃人類的食物 智能Alpha, 你可不可以聰明一點 我打算做個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怎麼做 我打算利用靜電的原理 用保鮮紙把這些泡菇吸起來 那我明白了, 讓我嘗嘗 首先我要拿很多很多的保鮮紙 真的很多, 很多… 你想拿多少? 很多…差不多了 謝謝 然後把保鮮紙做成一個球體 就是這樣, 然後再放在白紙上摩擦 挺好玩 你看看, 這些泡菇被保鮮紙吸上來 因為當紙和保鮮紙摩擦的時候 紙就會失去電子 電子帶有的負電殼就會走到保鮮紙上 保鮮紙就會帶有負電殼 而帶有負電殼的保鮮紙 當接近中性不帶電的爆鮮紙的時候 保鮮紙的淨電就會吸引爆鮮 而將爆鮮紙吸起來 不過向上吸力, 必須大過爆鮮 向下的地心吸力 因為保鮮紙經過摩擦之後 所產生出來的淨電是比較弱 吸力也會比較小 所以只能吸起一些比較輕的物件 就像爆鮮紙一樣 根據資料顯示, 淨電除了吸引固體物質 除了之外, 還可以吸引液體 那我馬上倒杯水給你試試 不用, 我們先去找MASDAZO汽水 好… A1或B, 根據資料顯示 這一杯只是普通的水 不是你剛才所說 在MASDAZO拿的汽水 對, MASDAZO最近改了飲食習慣 現在都不喝汽水了, 我只找到水 不過不要緊, 用水來做實驗也沒問題 你看, 我已經準備了一把塑膠間尺 還有一塊毛布 A.Alpha, 你快點用這一塊毛布 摩擦這一把間尺 讓它帶有負電池 不行 A.Alpha, 你這麼差勁 你這個實驗失敗了 那怎麼辦? 讓我試試吧 A.Rubia比較聰明, 小心 準備好了嗎? 看看吧 A.Rubia, 其實你剛才所用的方法 和我剛才所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失敗 你讓我先思考一下吧 又思考嗎? C.Joe, AIRubia有訊息來 他說剛剛和AIAlpha完成了一個實驗 發覺靜電不能吸引水 當然不是, 靜電真的能吸引水 那要怎麼做才能吸引水 很簡單 雖然姐, 只需要一把塑膠間尺 和一塊毛布就行了 我知道我一定要用毛布 再去摩擦間尺, 產生靜電 對了, 都是AI的資料最聰明 但是剛才AIAlpha和AIRubia 都是這樣做, 他們不成功 放心, 我做這個實驗 是要證明給他們看 他們兩個的智慧加起來 都沒有我這麼高 Master Joe, 你錯了 這個實驗是要證明靜電吸引水 我當然知道 不過做實驗不是證明一件事這麼少 你錯了 更改你的資料, 現在我有沒有錯 沒錯 沒錯, 就做實驗了 首先, 慢慢AI資料 幫我扭開這個水柱 但不用拿這麼大的, 慢慢扭下去 然後, 讓我摩擦這把塑膠間尺 再靠近這個水柱, 你看 還可以上下移動 對, 很有趣 是因為這把塑膠間尺上 帶很少靜電 只能吸到一些重量較輕 而不帶電的物質 所以只能吸到一些 慢慢流動的小水柱 如果是一些快速流動的大水流 就要多點靜電才能吸到 實驗證明了 靜電是可以吸引到液體 我知道, 我還知道靜電有吸力之外 對, 還有排斥力, 就像磁石一樣 就是說, 帶有不同電荷的物件 它們可以互相吸引 相反, 帶有相同電荷的物件 就會互相排斥 沒錯 Rabia, 你有沒有實質的例子 可以告訴我 靜電是可以令物件互相排斥的 當然有 有思考嗎? 我問Master Joe會快很多 報告Master Joe AIAlpha有信息 他問有什麼實驗可以證明靜電 除了有吸引力, 還有排斥力 很簡單 只需要一隻全新的絲襪就行了 我現在會用毛布去抹一抹這隻絲襪 看看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這隻絲襪好像打開了 很神奇, 絲襪通常都貼得很實 對, 我平時穿絲襪的時候 都要用手插開它 根據資料顯示 用毛布摩擦過的絲襪帶有靜電 由於整隻絲襪都是用同一種物料 所以會帶相同電荷 根據資料顯示 相同電荷會互相排斥 所以絲襪會自然不開 其實不同的物料經過摩擦之後 會帶不同的電荷 主要視乎它們是容易獲得電子 還是容易失去電子 譬如塑膠材料的物質經過摩擦之後 會比較容易獲得電子 而帶有負電荷 而皮褲、人類的頭髮等等 就會比較容易失去電子 而帶有正電荷 那這些淨電貼紙呢 這些淨電貼紙在製作過程當中 加入了一個特別的塗層 就會令這些貼紙更容易失去電子 獲得正電荷 當你把貼紙撕下來的時候 貼紙表面的電子就會被轉移走了 令貼紙帶有正電荷 本圖冊或其他平面本來是中性的 也就是電荷是平衡的 但是當帶有正電荷的貼紙靠近的時候 圖冊平面上的電子就會輕微移近貼紙 這樣正負電荷就會互相吸引 貼紙就可以黏著圖冊的平面 根據資料顯示 物件經過摩擦之後所失去的電子 或者旺德電子越多, 正電就會越強 對, 帶有正電荷的貼紙 貼紙在塑膠物料會特別穩固 原因是塑膠是絕緣體 經過摩擦之後得到的負電荷 很難會流走的 不像金屬系導電體 就算經過摩擦之後得到的正電 很快就會通通流走 原來是這樣 馬叔叔, 既然小朋友的問題 我們已經解決了 那我們是否可以上班、上班 這麼快回去? 我的貼紙都還沒賣完, 先派上吧 那我們去派貼紙 再見 再見 正電真的很神奇 人類有了正電 以後穿絲襪都會容易很多 不是, 你想想 在每次穿絲襪之前 都要拿布出來不斷抹 那豈不是更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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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電有黏貼的作用 MASTER JOE的貼紙 都是利用了靜電的原理 是MASTER JOE和我的貼紙 還有什麼都是用靜電的呢 好, 讓我先檢查一下 根據資料顯示 保鮮紙和靜電除塵紙 都是利用了靜電的原理來運作 根據資料顯示 保鮮紙是製作的時候 已經加入了負電殼 所以保鮮紙很容易黏著玻璃 磁器等等的容器 你看看 包得比較緊 黏著了 真的水也不會漏 你小心 很棒 太棒了 而靜電除塵紙 就是用了多種人造纖維的 不織布所做成的 在摩擦的時候就會產生靜電 在拖地的時候 就會把地上的灰塵吸起來 我們今天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我們的資料基金也增長了很多 你看看 你們拿完甜品回來嗎 沒有, 也拿不到 沒有, 我們一去到 Master Joe 就跟他的AI突然間見面 好, 我知道為什麼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別問太多了 我想 Master Joe還在那裡派貼紙 你們快點過去找他 又過去?我們剛剛才走回來 就是了, 你又知道Master Joe在哪裡? 你們相信我吧, 剛才Master Joe 幫我們解決科學上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 是啊, 不如我們一起走過去 邊走邊說吧 好啊 好啊 阿拉比亞這些全都是農曆新年要用的東西 沒錯, 因為下個月就是新年了 早上見到一定會讚我 為什麼這麼多利是封? 你不是應該準備一些輝春嗎? 最重要的當然是利是封 因為跟科學研究有關 跟科學研究有關 難道這些是特別設計的利是封? 當然不是, 這些是普通的利是封 為什麼你說跟科學研究有關? 因為我們要給這些利是封Mars Joe 讓他可以封利是給我們 我們就要儲一下這些利是 讓我們稍後有更多資源 升級我們自己 原來這些利是封給Mars 得到包利是給我們 那就不夠了, 要多一點用大封 不用找 整間工作室也只有這麼多 我們可以問朋友 Mars Joe Joe有這麼多朋友 不如我們問問他們 走吧 好啊 慢著…電腦響… 有小朋友送電話給我們兩個 你說什麼? 他們問為什麼頭髮會增長 增長?我的頭髮不會增長 我想他們在說人類的頭髮 讓我按電腦看看怎麼回答他 人類的頭髮是身體的一個附加體 是一種角質化蛋白 是會從皮膚的毛囊生長出來 主要是幫助人類減少體溫的流失 頭髮就像人的表皮一樣 就會不斷更生 他的生長也會隨著人類的年齡 和身體狀態改變 不過頭髮細胞會因為老化而出現虛損 會令髮質變弱、變白 甚至脫落之後就不生出來 這樣豈不是會變成禿頭? 對,每個人的頭髮生長速度 粗幼、彎直、色澤等等 除了受到先天遺傳因素影響 還會受到後天其他因素 包括營養,甚至是護理方式的影響 小朋友,如果你們有問題 想問我們的話 就可以發電郵來這個電郵地址 就有機會得到解答 有機會得到解答 düny個書齡香港的叫做 嘗弄最後一次 他一顆圓圖的樹或是rill 他一顆專櫃庸發明 那就當抽 葦污歸 嗯 大家都Incred 你那笑臉誰會也有最奇的意思 看來我門前夢幻無敵 變化變化魔法極勇敬 看來我門牽手奔變成 若動若動一結他無敵 尋你原名類重業詩情 你我合作決定 我哭 傳統想念與疫情 變化變化祭福強定